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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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叫何韋全 我是澳門一位賽射手 2013年是我第一次 叫做兩個星期的比賽 因為平常是一個星期的嘛 但是錄起週年 他們有兩個星期的比賽 就有不同的賽事 然後很多不同的賽事 也吸引了很多觀眾過來看 然後那年層次也算蠻好的 把我跟那個賽事的生涯 推到半職業 因為我平常是有自己的工作 房車賽那個層次 然後把我帶進中國房車賽 在世界各地不是很多 然後接到那個比賽 澳門這裡其中一個 他的條件就是 不容許切手們去做錯什麼 去做錯 就會撞 其實每一天那個路面 那個情況都不一樣的 所以每一天他們去去的時候 都會 最後要學習一個新的跑路 要學習一個新的跑路 為什麼每一年 在浦星那個看台 很多觀眾在那邊看 因為他們經過一個很高速那個彎度 然後到達福星彎那個位置嘛 然後他們就看誰進了工方那個車的速度比較快 出那個工方彎的時候 如果你跨的話就很快就接近前面那台車那個位 然后在刹车的时候 就抽出来 然后就可以在刹车的时候 把他们抽 有很多人在排队 把他们的赛事 就在澳门举办 我看见 大赛车都是一直在升职 因为现在六七六阶 刚刚办完了 有三个世界杯 一个方程师 一个就是世界防车赛 世界杯 GT世界杯 所以每一年澳门 都会有那个世界冠军 单身 为什么车手们都会选择 每一年回来澳门那个赛路 是因为 他真的给一个车手 很大的条件 很多在那个方程师 F1世界冠军 他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都也在澳门有参加过那个比赛 赛车这条路有高有低 很多时候你 因为赛车的事情 不顺利 然后有点不开心 然后会放弃 还是什么 但是成功那条路 是一定要有内心 然后慢慢慢慢走出来 我希望那个赛车越办越好 对澳门切手来讲 都是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平台 去发挥自己的实力 给全世界的人 都看到澳门切手的技术 都可以达到那个国际发本 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跟澳门回归二十周年 在这里我祝祖国 繁荣昌盛 澳门 越来越好 是 是 在这边 是 感谢观看